這個王心靈有沒有 沒有,為什麼?因為裡面只有這三個嘛 所以Return是False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你用這樣的方式來做的話太好做了 尤其像Database的資料 以往你可能Database資料進來之後 很多人會用正列去暫時放Database抓過來 但是現在如果有Collection物件的話 我馬上就直接放在Collection就好啦 直接就馬上可以做後續的動作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刪除某一個元素 以往的話你要從正列裡面刪除某一個怎麼辦? 掛掉 沒辦法 好,必須怎麼樣? 重新再建一個 一個新的Array 然後重新再去判斷哪一個不要有沒有 再那個不要刪 不要不要塞進新的正列 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如果說你要這個不用正列的話 用集合物件 太簡單了 你要Remove哪一個 這個有沒有 你就直接怎麼樣呢 就用一個Remove的方法 就居然就Remove掉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最後刪除說我刪除他對不對 然後最後再把它秀出來你會發現 居然只剩下兩個 蔡依林真的就Remove掉了 所以呢 最後就把 最後你要把它整個清掉的話 那你就用什麼 點Clear 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你會發現 這個集合物件 主要 我感覺啦 就是在改善那個什麼 改善大量資料存取的時候的問題 那以往我們會用正列來處理 可是正列其實它的局限性還蠻大的 就是說很多功能不能做 新增 刪除 新增跟刪除不能做 然後 搜尋也不能 搜尋也不能做 搜尋你要做你要另外再寫 寫一個 回圈去一個一個去檢查 那但是這些的話 用集合物件 通通都解決了 而且非常的好用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 甚至各位可以思考以前我們用過正列 正列那一些 範例你也可以看看能不能把它改寫成為 一個那個 集合物件的方式來做存取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宣告的方式 宣告方式 它是一個hushset 後面的話呢 你要放什麼樣的資料行別 對不對 然後的話呢 給它宣告物件 另外一個這個行別的 記得是這個 這個一定要不要漏掉 這個 這個小魚跟大魚的符號 然後一個小瓜糊 OK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大概 讓大家了解一下 所謂的集合物件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相關理論的話 當然除了在我的講義裡面有提到之外 其實在你們書上一定也會有這個章節 就是集合物件 collection collection 還有或者是泛型 集合物件的這個章節 這些章節 還有一個章節